我们今天龙争虎斗笑傲长空 不仅可以看到惊天动地的力量对决 而且还可以领略到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迎接到的是 男子64公斤级的两位选手 首先要登场的是红方选手 来自于北京天池摔跤俱乐部的吕文龙 他的绰号叫做泰山御龙 有请泰山御龙 吕文龙登场 好 接下来第二位要登场的 请各位用掌声来迎接他 也是我们河北本地的选手 蓝方选手来自于狼房润绿集团的瑞伟杰 他的绰号叫做风暴战神 有请风暴战神瑞伟杰登场 好 祝两位拿到非常棒的成绩 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欢迎到的是 文场比赛的场上裁判 国家级裁判员李春蕾 我们的边策裁判是国家级裁判员王斌白桃 另外我们的裁判长是国家级裁判员赵丽涛 接下来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红方运队员李文龙来自北京三职摔跤俱乐部 开始 双方运队员一上场 手都攥得比较合适 也没有互相拆的意思 第一局双方是比较保守的 对 我们现在就要正式进行三局的比赛了 刚一上来都是比较谨慎的 红方吕文龙的臂展非常长 1米90 对 臂展对于摔跤运动员来说相当的重要 对 两人的手法都是一样 都算的是天本小秀 对 都在找机会 对 同样的手法 有可能同样的动作 红方运队员 先出招了 扣了一下腿 试探了一下 不行 又收回来了 这是不断的尝试来找对方的破绽 看到在我们的直播平台当中 痴行者说虽然是挑战赛 但是打得非常的激烈 也提醒各位在看直播的图片 可以来留言 是的 红方运队员使了一下插打 是的 来留言有机会 南方运队员反应非常快 使了一下盘腿的动作 对 把对方反攻成功了 南方得了一分 这下有点 红方本来是进攻的一方 对 有点强攻的意思 但是蓝方运队员也是很防备在先了 当你没有成功的时候 你在往外跑的时候 可能对方就要不答应了 因为好不容易抓到这么一个 趁胜追击的机会 这是一个反攻的机会 蓝方运队员是抠腿 我们来看一下裁判 同时下垒了 这一招是无效 在我们的中国式摔跤当中 这样的动作是无效的 对 规则规定 双方运队员不管是先后下垒 还是同时下垒 都是算无效的 蓝方的手法非常地到位 一直在防着对方 手非常快 蓝方运队员手非常快 就像鹰一样的爪子 把这个刀子 好 第一局比赛结束 目前蓝方3比0暂时领先 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两位运队员好吧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第一局 同时要提醒现场 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观众 您可以下载我们的 法治与新闻客户端 进行打赏 来支持你所喜欢的选手 我们的决签休息是一分钟 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预防运队员在全国锦标赛和冠军赛中都取得第一第二名的好成绩 而且在国际邀请赛中也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所以实力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在我们的比赛场上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你像我们之前一场比赛最后的30秒钟硬生生扳回到平局 对 热级机 好牵饼 牵饼 在河北省这下动作也叫直鞭子 所以两个叫法 北京一个叫法 河北省一个叫法 也就是保定叫的比较 比较多的就是直鞭子 所以这个动作在我们的保定 河北地区是用的比较拿手的一个动作 对 拉腰揣 支别子 这都是他们常用的动作 这是快胶里充分体现的一个技术动作 对 各位在观看直播的同时 有任何的技术方面的问题 或者对我们的一些专业名词 有不懂的都可以来发消息 我们今天会有机会送出现场门票 给各位收看直播的观众 今天我们比赛到现在为止 非常的激烈 因为没有一次罚分的情况出现 对 双方运动员都是偏门小信钻着 对 我们的裁判员现在心里面 在默默地 谁轻易地都不敢 都不敢换手 谁轻易地换手 都有可能给对方留下机会 栏方 裁判提醒栏方 要积极进攻 其实每次裁判在提醒的时候 对双方运动员都是一种影响 对 也是一种 如果再不进攻就要被发分了 对 提醒你以后你就必须要迅速 这个动作 刚才非常长一段时间的僵持和进攻 但最终没有转化成比分 都掉下了擂台 对 所以兰方运动员使了一些大德河 把对方打下擂台 自己也跟着掉下擂台 所以 这个动作又是互不得分的动作 准备 准备 第二局还有30秒钟 我们的比赛就要进入到最终的决胜局了 现场的各位观众 闻风云联的手法确实很尖 我们掌声和尖叫声送给场上的两位队员好吗 好 一个抠着后气 一个盖着后气 两人的手法都是比较相似的 是的 两位现在的体力消耗度非常的大 我们现场的掌声和尖叫声 对他们是一种刺激 也是一种加油鼓劲的方式 好 第二局比赛 其实在第二局比赛当中 双方都几乎没有拿到分数 因为我们的比分现在依然是 和上一局没有太大的差别 4比0 蓝方暂时领先 也要再次提醒所有收看直播的朋友 您可以发送消息到我们的聊天室 或者竞猜 打赏 我们看到在直播室当中 有几位朋友送给了瑞伟杰鲜花 还有即将比赛 几位的朋友的鲜花 好 来关注一下第三局比赛 我们现场的观众如果看到场上的队员 奉献出了一些非常精彩的动作的时候呢 可以抱一热烈的掌声 我们台上的运动员不会受影响的 来 第三局比赛马上开始 开始 前两局的比赛 蓝方运动员的手法是很尖的 也就是手法很好 以控制红方时间比较长 也能看得出来两个人的技术特征 包括战术风格都非常的相近 非常相近 包括他们的成绩也是非常相近的 腿别在了一起 让对方 蝉叼 蝉叼 这个在 也是麻花呆子 麻花呆子 对 在河北省这下动作叫麻花呆子 这个非常形象非常形象的一个动作 刚才这个动作也非常的精彩 能看得出来我们现场的观众 非常喜欢这个麻花呆子 对 目前为止 双方运队员的体力有限制 所以因为我们的正式比赛是进行三局 体力分配就非常的重要 对 还有没有机会能够翻盘 我们现场比分是0比6 红方暂时落后 蓝方消极警告一次 预备 蓝方消极警告了一次 就是通过裁员员的提示 提示后你仍没有进攻的意图 这时候叫叫停 来罚分 警告你 罚掉你一分 蓝方因为现在领先的分数比较多 所以刚才可能是想稍微休息一下下 对 罚了一分 可能这也是一种战术吧 现在双方体力消耗度非常的大 我们现场各位观众给一些掌声好吗 我们给他们加一加油 好 现在体力消耗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 双方依然在坚持 比分 虽然现在红方1比6落后 但是他还是 还是依然在坚持给对方施压 从历历上 从手法上 蓝方还是占一定的优势的 我 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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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边 红方运动员 反攻 使了一下 等于是用身体去击了一下蓝方 把对方把蓝方给击倒了 开始 但是因为刚才 我们看到的这个好像是蓝方运动员先摔在地上的哈 但是红方也倒在地上了 所以这样的话 相当于双方都会丢分 停 红方 预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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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 停 好 本场比赛结束 蓝方运动员瑞伟杰获胜 获胜 再次 35 加点 第1个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